红蝶美质子推出至今 一共诞生了8款紫皮 这样的成绩在庄园中并不突出 不过得益于美质子的身材恶挪 面容娇好 关于它的每一款紫皮都很漂亮 第一款仙鹤 仙鹤是红蝶推出较早的一款现实时装礼包 皮肤在外形上的表现非常绚丽好看 这应该红蝶玩家都会兑换的一款皮肤 虽然好看 但拥有者太多 第二款罗生门 罗生门诞生于演艺之星系列 该系列有一个特点就是 能够稳定地保持时装做工质量 因此罗生门上线商城之时 也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第三款奇雨之女 奇雨之女的外形可能存在着某些误解 面门上被贴上了符文 看上去就像是被封印了一般 总之很多玩家感觉很怪异 第四款笔案 它其实最早不叫笔案 而是叫血扇 因为游戏内部调整的缘故 很多时装都被迫更改了名称 血扇恰好被波及 从此以后它叫笔案 第五款更杀 更杀诞生于速回系列 直线回声的设定 并没有真正影响玩家们 对于时装的球衔若渴 还是有大把的玩家 打开腰包去入手这款皮肤 第六款绿孔雀 绿孔雀经典的幻色皮之一 至今为止孔雀系列算是早期版本中 幻色数量最多的皮肤之一 同时也是门槛最低的皮肤系列 很容易获取 第七款紫孔雀 紫孔雀跟绿孔雀 大致上是完全一样的 仅仅只是在颜色上进行了替化而已 第八款白孔雀 孔雀系列中的天花版 诞生于推理之境的它 是真真正正的绝版限定 这款皮肤在早期版本中的 受欢迎程度名列前茅 在第十赛季之前 它更是红蝶玩家的专属战袍 极佳的外形设计 稀缺的稀有属性 这一款皮肤我想大多数红蝶玩家都没有 那么问题来了 有多少人拥有了这款白孔雀